这是地表战力最强的僵尸王 他头戴人古面具 手持方天画戟 胯下是追风僵尸赤兔马 身旁常伴有吊金白鹅丧尸虎 为他壮大声势 他就是这里的丧尸王 一般子弹根本无法伤到分毫 手底下也多是精兵汉将 有侦查的先锋将 会格斗的功夫将 依然专注铲仔的事后 丧尸国度里所有的僵尸都得听从他的命令 而之前人生鼎飞的城市沦陷成这般死气沉沉 皆因为一场车祸 一支奉命护送的部队甚至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事故发生后 队长迅速向上级报告 上级甚至命令立即撤退 但铁箱里的尸王跑了出来 军队没有时间跑 被尸王迅速摧毁并感染 他们面前是灯火通明的堵城 短短一天这座堵城就成了僵尸的地盘 飞机不断轰炸 幸存的人为了生存不停战斗 然而僵尸的数量并没有减少 而是不断增加 军队感到绝望 政府迅速建立了隔离区 随着集装箱的掉落 圈外的人暂时安全 圈内成了僵尸的天堂 总统决定两天后投放核弹轰炸 而日本财阀提前找到了毁灭者 他在堵城的赌场底下还有两亿美刀 他希望毁灭者能组建一个团队去赌场把钱拿回来 然后给他五千万元 在五千万元的诱惑下 毁灭者勉强答应他开始组建他的队伍 一号是电锯男 虽然灾难之前他是个哲学硕士 但得知他可以杀死僵尸时 他的电锯早已饥渴难耐了 二号是神枪手 最擅长就是枪斗术 三号是个飞行员 负责团队结束任务的撤离 四号是油管达人 每天直播杀死僵尸 感谢老铁的一发火箭 五号是神偷 据说世界上没有他打不开的锁 团队已经聚集在一起 财阀用赌场模型细说计划 首先人们得杀出一条血路 然后徒步找到赌场恢复电力 再然后找到保险库 神偷负责解锁 而飞行员负责修复屋顶的直升机 其他人迅速装好钞票 最后聚集在屋顶上 然后坐直升机离开 非常完美听懂掌声 有了这个计划 财阀下的老张负责提供装备 而毁灭者的女儿阿丽 则是隔离区的志愿者 毁灭者决定利用女儿的关系 来通过隔离区 他们找到了熟悉僵尸区的阿珍 为了营救被困僵尸区的好友 阿丽还强行加入了队伍 行动前阿珍用两万美刀的报酬 拉上了炮灰 就这样临时组成的散装队 出发到隔离区 在阿珍的带领下进入僵尸区 成堆的尸体映入眼帘 他们没走多远一只僵尸虎 就在路上停了下来 幸好僵尸虎没有找到他们 僵尸虎巡查离开后 阿珍突然开枪放下炮灰 前情提要 炮灰经常利用隔离区的权利 来剥削女性 难民们早就看到她不顺眼了 这下实际刚好 阿珍想把炮灰打包献给僵尸 用她的命来换取每个人的通行证 因为阿珍清楚地证明 僵尸和人类已经达成了交易协议 他们可以在献祭后得到短暂的搜索 话音刚落闻到血腥的气味 事后带着先锋出现 仔细看着炮灰 确定这是送来的牺牲品 跳了下来 先锋也跟着下来再次确认 然后拖走了炮灰 随即发出吼声 示意他们时间不多了 看了大家一眼就离开了 在僵尸的允许下 人们抓紧时间继续前进 他们的行动轨迹被雕像上的狮王看到 僵尸把炮灰带回了酒店 这里是僵尸的基地 成群的士兵都想咬一口炮灰 狮王在咆哮声中出现了 所有的士兵都立刻撤退了 狮王抓起炮灰咬了一口 然后扔在地上 让手下们好好享受 目前团队继续前进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选择从室内开始 但通道里挤满了睡觉的僵尸 为了不惊醒僵尸 毁灭者在前面开路 他还一路用荧光棒做标记 后面的人跟着标记 这时油管博主的女朋友 怀疑老张的目的不纯 不愿意走在他面前 老张还故意把荧光棒扔到僵尸群里 不知情的女朋友直接被误导 沿着荧光棒来到士群中间 背上的邮箱不小心碰到一个僵尸守卫 他也不慌先拿出匕首 第一个穿喉 第二个抱头 第三个抱头 随后慢慢放下僵尸 但没有注意到僵尸掉下来的餐具 发出了巨大的声音 这完全唤醒了士群 恐慌中他只能开枪 听到枪声的人被迫拍护 面对成群的僵尸 女人杀出了一条血路 但跑在他面前的老张却锁上了门 此刻已经弹尽粮绝被困在里面 然后他打破了窗户 但只是挣扎了一段时间 就被士群环环包围了 博主不情愿地爆炸了女朋友的邮箱 他们终于来到了赌场 清理了几个散落的僵尸 按照计划 飞行员把邮箱带到屋顶负责直升机 老张带着阿珍出去把风 毁灭者和他的女儿去启动电力系统 其他人则掩护神偷去打开保险箱 外面把风的两个人受到了事后的攻击 老张直接射出一根钢绳 事后被牢牢困住 先锋战士随即扑向老张 最后被阿珍给射倒 老张很是残忍 他拒掉了事后的头 但他临死前发出了尖叫声 传到了尸王的耳朵里 财阀曾经告诉他们 保险库前有几个致命的机关 如果他们想安全通过 他们必须打破他们 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僵尸 用僵尸打破机关 麻醉针 机关枪 还有大尸碎胸口 一系列操作后 他们成功地来到保险库 神偷开始解锁大门的密码 人们在大厅里看到一个坏消息 政府决定提前投放核弹 不到两个小消息 就会将这里移为平地 在屋顶上修理的飞行员也遇到了困难 更可怕的是 尸王发现了尸后的尸体 看着被割掉头的爱人 他心里很难过 他把尸后带到基地中 从他的肚子里扔出一个 还没有完全发育好的婴儿 看着孩子死在手里 尸王怒吼 一众手下也纷纷嘶吼 尸王他瞬间上火了 叫出了自己的火死人军团 他戴上头盔骑着战马 带着僵尸部队和白虎 示意手底下的僵尸大军发动进攻 誓死将这伙人类破失万段 神头果然不负众望 顺利打开了保险库的大门 看着两亿元的现金 大家都很开心 毁灭者却发现女儿不见了 他立马就猜 女儿是去酒店就朋友 神枪手和毁灭者打算一起找女儿 但刚一打开电梯 里面居然站着一群僵尸 一个僵尸上来 直接把神枪手的头从前面扭到后面 子弹打完了就开始肉搏 谁知道这些僵尸非同凡响 动作敏捷会巧妙地躲闪 几乎要了毁灭者的命 毁灭者来不及悲伤 就拖着钱袋逃跑了 电锯男和神头为了剩下的钱选择坚持 一般的丧尸是一枪一个 但看到狮王戴着头盔刀枪不入 两个人不知所措 电锯男不得不卸下装备和狮王一对一决斗 但两个人的战斗力显然不在同一水平 将电锯男按在地上使劲摩擦 就在他要被咬的时候 神头及时出手阻止了狮王 然后他把电锯男推到保险箱里面 临死前关上了大门 这时逃出通风管道的老张也原形毕露 他锁上出口准备自己跑 原来老张来这里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事后的头 财阀与国防部的人想用头开发出有思想的僵尸 创造一个可控的僵尸军团成为世界霸主 现在头已经到手了 自然要杀人灭口了 阿珍别无选择 只能用电锯令找出口 出来的老张以为自己占尽优势 没想到事后的头早就被阿珍给换成了验钞机 这时僵尸虎来到他身后 一只虎找下来 老张直接中伤 僵尸虎接着继续撕咬 最后变成了僵尸虎的盘中餐 阿珍终于切开了墙 几个人跑到大厅 但等着他们是无尽的僵尸 三个人一边后退一边射击 但僵尸的数量太多 光靠子弹终究是清理不过来 博主的钱袋被僵尸拉扯 钞票瞬间飞遍天空 僵尸还在不停地攻击 博主却不小心被咬了 看着手上的伤口 他毫不犹豫地拿出一串手雷 选择与僵尸同归于尽 毁灭者和阿珍暂时脱离危机 他们来到屋顶 但狮王很快就赶上了 阿珍拿出事后的头威胁狮王 掩护毁灭者撤退 可直升机刚起飞 世王扔出了穿心长矛 直接把阿珍钉在墙上 阿珍用最后的力气 把事后的头从屋顶上扔下来 直接变成了一滩肉泥 毁灭者让飞行员开车到酒店的屋顶 他想进去找他的女儿 这时小丽终于找到了朋友 世王又追了进来 幸运的是毁灭者及时赶到 并轰炸了世王 他们迅速跑到屋顶 成功地登上了直升机 就在大家都以为已经安全的时候 世王一飞冲天 只见他纵身一跳 直接跳上了直升机 毁灭者立刻与世王扭打 直升机靠近大楼侧面 飞行员难以平衡机身 几乎撞上了建筑物 毁灭者准备枪击世王 但被世王躲了起来 毁灭者也误伤了飞行员 飞行员咬紧牙关 终于飞出了隔离圈 与此同时政府发射了核弹 毁灭者不幸被咬伤 然后核弹在他身后爆炸 利用强光世王终于被毁灭者一枪爆头了 但核弹的冲击波导致直升机失去平衡 直接坠毁在地面上 当小利醒来时 他的朋友和飞行员已经死了 被咬的父亲也开始变异 拿出隐藏的一打钞票递给了小利 最后让小利帮他解脱 他痛苦地等待着救援 而躲在保险库里的电锯人没有死 他爬了出来 背着几大包钱来到机场 坐上了去墨西哥的四人飞机 他突然觉得自己情况不太对劲 来到浴室看到手臂上被僵尸咬伤的伤疤 此时机长的声音从广播中传来 飞机立即抵达墨西哥 这是否意味着下一个失望似乎即将诞生 不得不说拍罐超音的闸岛 拍起丧尸片的感觉很不一样 延续了一贯的油画般的质感 慢镜头和大尺度画面也没少用 最后结尾小红梅乐队的一首金曲赃美 可谓是彻底升华了